有的情况看起来非常不符合逻辑 但是事实上 赔钱赚吆喝的工厂确实有 只要资金链不断 就会咬着牙一直往前开 并且还有的工厂 明明赔钱还仍然打肿脸充胖子 故意营造出一片红火的景象来 门前常年放着大量招收各种工种的招牌 工厂内灯火通明 通宵达旦 机身隆隆 大车小车穿流不息 各类办事人员静静出出 月底财务报表红字高高挂起 原因何在呢 一工厂一旦停产 银行供应商等各类债权人 就会想尽各种办法 紧罗密鼓的上门催讨债务 各种手段磨索不用其极 运走原材料 产成品充底的 拉走办公用具变现的 拆走机械变卖的 只要能变现 就没有让它不变现的道理 而大部分亏本工厂老板都还心存一线希望 普遍抱着侥幸的心理 总是认为困难马上就会过去 光明马上就会到来 心想自己的工厂好死不如赖活着 留的青山仔 不怕煤柴烧 与其自己先死让同行 不如拼到最后还不知道谁死谁活呢 三工厂一旦停产 不干 法人的社会地位就会一落千丈 人格尊严格三差五 就会受到债权人的挑衅 亲戚朋友就像躲避瘟疫一样 唯恐避之不及 亲人有可能反目成仇 最终只会落下一个众叛亲离 孤家寡人的可悲结局 为了不至于落到这般悲惨的境地 只好挨过一天是一天 糊弄一时是一时 得过且过 自欺欺人 掩耳盗铃 苟延残喘 只要今朝能度过 哪管明朝不明朝 当然 也有另一种声音认为 亏钱了就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一一切不以盈利为目的 企业战略都是耍流氓 开设了工厂之想着 工厂充当个形象 不以独立核算赚取合理利润 工厂就一定会经营不好 一个公司有多个业务部门的应借签 参考阿米巴经营理念 工厂应独立核算 哪怕离开党口也能活 才有开下的必然意义 二选择大于努力 对于互联网去中间化实体 批发党口及专业的人 做专业的是小而美 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 可以与天斗雨的斗与人斗 但很难与趋势斗 三时间就是成本 就是机会 不赚钱或少赚钱 对生意来讲就是赔钱 与其在苦苦纠结矛盾中 浪费时间 不如短痛投入到 符合新事物的发展中 去抢占先机 对此 你怎么看呢 不赚钱 不赚钱